比尔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十连胜的皮湖今天在主场迎战乌什 华盛顿军团在对手当家球星一枚哥 但维斯安特尼德里斯因伤缺症的情况下积极强攻禁区 硬是比对手多抓了11个篮板 乌什中场就以116比97中止对手十连胜 比赛一开始双方都积极的展现进攻 而在乌什手感比较好的情况下率先取得18比9的领先 而提呼随后开始追分 首截打完将分差追至3分 四截乌什前锋波特 OtroporterJR一个3分打帮助球队吹起反攻的号角 一路将比分扩大到双位数 上半场打完就以53比38领先提呼15分 下半场提呼试图振作 虽一度追进到11分差 但马上被乌什爆打一波20比4 三截打完提呼62-83落后 乌什21分 末截提呼防守遭到乌什彻底撕裂 虽然自己也有得分 但却无法顺利缩小分差 最终提污什以116比97大胜提呼 乌什比尔Bredley Bell16分4篮板7助攻 波特19分7篮板 大莫里斯Markiev Morris17分6篮板3助攻 提呼米洛提奇Nikola Myrotic9分12篮板 第米勒Darius Miller20分迪亚洛Kickdaro 14分9篮板